今天要介紹的是第三代上鎖的門鎖 現在這個門現在是上鎖的狀態 那我們要開啟的時候 只要把這個鑰匙做打開 然後放上我們的鑰匙片 把鑰匙片放上去 它就可以進行開鎖跟閉鎖動作 今天要講的重點 除了門鎖以外 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是我們的鑰匙片 我們的鑰匙片 我們的鑰匙片是由CNC 起床的第四軸也就是旋轉軸製作而成 它是一個曲面的鑰匙 所有的鑰匙 所有鑰匙 鑰匙的平面 都必須跟鎖心鎖殼的位置 的中心垂直 它的平面都必須以中心垂直 所以它必須在旋轉軸上面 做旋轉去鑰匙 目前我們的第三代引擎手 不管是門鎖掛鎖 它都會附一張鑰匙卡 這張鑰匙卡上面有一個序號 序號代表的是 我們亂碼的位置 鑰匙孔亂碼的位置 密碼的部分 是我們鑰匙孔的生前 植母豬的生前 所以它有一個序號碼 跟一個密碼 就是為了製作它的亂碼 鑰匙孔的亂碼跟生前 每一把隱藏鎖 第三代隱藏鎖 它都會附四片 四片的鑰匙片 它都會附四片的鑰匙片 它都有四片的鑰匙片 當然是四片亂碼的鑰匙片 然後為了增加亂碼的數量 我們後製會可能會做 只有八孔或是七孔或是六孔 來增加它亂碼的數量 上一次我們介紹的 九碼的鑰匙片 這個是一個基本碼 我們給消費者的 不會是這樣的鑰匙片的磚孔 不會是這樣的鑰匙片的磚孔 這個是我們 最基本的也是0號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個鑰匙片 它是亂碼 它是亂碼 它所有的孔位都會亂跑 它所有的孔位都會亂跑 所以 你不可能 製造一把鑰匙 通用的鑰匙 然後用 活膜攻擊 我們的第三代隱藏鑰匙 或者是 製造一把通用的鑰匙 去做 撞死的動作 不可能製造一把鑰匙去做撞死的動作 之前我們有介紹的是 因為我們的門鎖 為什麼要做那麼厚實 就是要加強它的安全性 而它 有可能遭受到 攻擊 就是強力破壞 它會有自毀的裝置 它會有一個自毀的裝置 兩段都有自毀的裝置 兩段都有自毀的裝置 這個是之前有介紹的 就是說它 被強力破壞的時候 它還是上鎖的狀態 它的鎖扣 鎖扣 還是不會動 還是上鎖的狀態 第三代的隱藏鎖 它的所有零件 這些所有零件 它是由CNC的洗床 跟車床 所製造的 從原料 從我們拿到原料 到整個製作完成 大約需要花十幾個小時的時間 目前我們推出的 第三代隱藏鎖 它是安全性比較高的 當然 你也可以選擇 我們的第二代 的隱藏鎖 你也可以選擇我們第二代的隱藏鎖 你也可以選擇我們第二代的隱藏鎖 在U型勾方面 我們只會推出這一款 比較厚實的 U型勾方面 我們只會推出這一款比較厚實的 比較厚實的 而你也可以選擇我們的第二代 你也可以選擇我們的第二代 你也可以選擇我們第二代的隱藏鎖 所以目前我們對門鎖的介紹 對門鎖的介紹 就到這邊 現在我們要做門鎖的安裝 每一張門鎖 每一個門鎖我們都有兩張貼紙 一個是貼裡面 一個是貼外面 這是為了施工 然後 我們裡面的鎖扣 你現在門如果是在我們的左邊 它的鎖扣 就必須放在這邊 如果你的門開是在右邊 那你的鎖扣 就可以 從這邊換到這邊 鎖完之後它有一個蓋板 你可以把它鎖起來 或是工的時候 為了方便我們的紙張移動 所以我們會先噴一些清潔劑 然後我們會先沾上去 這裏面上手的狀態 然後這是外面 外面 我們回家的時候 把鑰匙便放上去 現在是上手 上手完之後 鑰匙先拿走 上手的狀態 然後開鎖 現在開鎖了 這個人就可以進去 剛才開完鎖 我們也要把鑰匙便拿走 那就是開鎖的狀態 以上是門鎖安裝的介紹 剛才我們拍攝的門鎖裝置是內開的 那現在我們要開射的是外開 這個是往外開 因為它是外開 它本身不需要裝這一隻 所以我們會在這邊挖洞 但是我們不需要裝置 我們就要把鑰匙便放在這裡 我們用小部的小部的小部的小部 現在是不需要裝置 然後開鎖 然後開鎖 就要把鎖子補充 加鎖子裏 然後開鎖子裏 然後開鎖子裏 又要把鎖子裏 然後開鎖子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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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可以將鎖子裏 外面的情況 現在我們要出門的話 我們把鑰匙片放上去就可以上鎖 就可以上鎖 現在是上鎖的狀態 要回來的時候一樣把鑰匙片放上去 好 這樣就可以打開 一樣把鑰匙取走 鑰匙片取走這樣就可以開門 大概花十幾分鐘的時間 來做安裝 你就可以擁有一把全世界最安全的一把門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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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